咱们说一下咱们这个小练习的需求 好吧 小练习的需求 在这里面 那参数 咱们说一下 参数 刚才就不应该停 参数总共分为几个 咱们复习一下 参数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 URL 问号后面的 问号 后面的 后面问号 还写上这个 query stream 专业 咱们这毕竟是留下证据的人 然后在万一流传书记说 你这边都讲课讲的啥 还有一个是for 还有一个呢 pass pass query query 可以吧 这三种啊 三种分别的用法是什么呢 取法 第一个是个 c点 query query 这个词 还有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支持一个我如果查不到 是不是有个默认值啊 default query 这是一个什么呢 k 是吧 写上k 后面写上一个默认值 上面这个地方就是写上k 啊 为什么给你们写个笔件因为怕你们后面看视频是吧太浪费时间了对吧我就直接给你写个这个吧 那form的话就是post form 对吧就是k 还有一个c点default post form 对方是有个k 对方是有个k 后面是个什么是默认值啊 默认值啊 啊这个东西是干什么是不是你的url上要 url上要带东西了是吧 url 写先 写多个啊 可以啊可以写多个 可以啊可以写多个 你以外来上可以带多个参数 可以吧 好他取的值的话就是c点 叫什么来着 胖了是吧 k am k k吧 好了咱们说一下这个书籍管理的列席 我们现在提一个什么需求呢 我们现在就有一本书好吧 先说一下书的字段吧书 书籍 他的哪些信息呢 有啊 id可以吧 还有啊 名称是吧 书名 怎么写的简单一点吧 好吧就先写一个 就先写先写先写这两个吧 好吧 对id和书名吧 价格吧行价格 可以吧 就写这三个赚 然后呢我想让你实现一个什么呢 就是页面版的 就web页面版 增判改查 页面版 增判改查 那怎么写 信件 别烦你哈不能烦你哈 下次课不来了 书籍这个东西书籍的这个信息 是吧 那我们是首先在数据库里面 是不是要建一个这样的表 就是在公司里面 你要写项目也好 首先得有个什么 有个表啊 设计个表 然后呢我们web 页面增判改查 其实就是把数据库的 数据搬到了页面上面 对吧 展示出来了好吧 那我们先造一个表 好吧 我们就写一个例子哈 今天一个小练习 叫05 叫bms book manager system 好吧bms 高级啊高大商 我肯定会写啊 我这注释肯定是写的哈 bms 是吧 全称是book manager management 然后system 是吧 看 专业是吧 昨天背了半夜了哈 把这个单词背上来了哈 好了 来我们怎么写啊 首先是先造一个 造一个色口语句是吧 呃 db table吧好吧 table.sql 这个到时候你们回去 是不是回去时候 也能在这个你的数据库里面 是不是直接执行一下 呃 sql 是不是就是数据库里面的 那个色口语句的那个文件 对吧 他里面知识语法注释 是不是就是杠杠 对吧杠杠就是注释啊 这是注释 这是注释 这是 就是 就写色口语句的 是 做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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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他 他们会上写这么好看是吧 说一下数据库版本是什么 是吧 就是 DMS 是吧 画个图什么的 画个菩萨啊 保佑没有bug什么的 那 咱们创建表了是吧 就create create table 起个名字 咱们叫什么呢 呃 book吧 好吧 book吧 呃 咱们就推荐全部用小写了 好吧 book 然后这张表 然后里面写什么呢 id是吧 big int 写上一个20吧 好吧 然后 还有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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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t increvent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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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 r1 r3 r2 r1 是一个WRX类型吧 20 然后呢 这个是Not Now 这个你得指定一下 空一个 没有Default 没有Default 必须填 再来一个Price 这里有Float吗 Float Float应该是几 怎么写 你们不是这都数据库大神吗 哈欣 这里面有个写啥 十多号二 刚刚学到设计 这边还有 An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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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符号 这是弗箭说 它对中一个Double Double Double 是各语言的Float64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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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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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 Double 挺强的 真好看 我看一下 我搜狗一下 我不改度 真有大宝是吧 是吧 这是什么意思 福典数是有这个flow的大宝吗 这个是定点吗 定点是不是在数据库里存的是字符串的 更精确一点 更适合在那些搞金融的那些里面 我是会的 忽悠我一个个的 这个flow的和double是我们指的福典数 这个desimble就是搞那个 因为计算机里面的福典数是不是不精确的 不精确的 所以他弄出来个这么 desimble 就写double吧 double里面用什么 传什么东西 这里这里有 md是吧 这个 默认是164 那就用这个呗 就用这个吧 16 那我就 就这个吧 或者162吧 好吧 好 那他 那 那可不 只是是无价的 这是无价的 来吧 抽一啥 没有的吧 没有写的这种 n正价是吧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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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没问题吧 来我们试一下 那我这里面又有问题 我如何在我的数据库里面去 执行这个色谱语讯 牛逼 牛逼 mysuckle-uroot 是吧 然后 -p 123456 然后我们右字一下咱们的 go test 然后呢 我是不是有过sauce sauce 执行外部的色谱语讯的脚本 对吧 那我怎么 我在这里面是不是肯复制它的 复制路径啊 对吧 咱们你用ctrl c ctrl v 是不是也行啊 学个高级一点的吗 我们直接用methodominy找 这个是吧 我就把它贴进来 这样的话这个sauce就执行 这个目录下来的这个色谱语讯 你回车 是不是就创好了 做好了 show show create create show table book book 然后杠大喜对是吧 这不就造好了吗 对吧 创建了一个表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好了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数据库建好了 这下是不是应该写代码了 对吧 设计我的这个那这里面啊 别看我们虽然写的是一个表的一个增山改查 但其实这里面你的目录划分 还是应该更 更那个清晰一点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命的是什么 是不是我创建的那个 进是吧 进框架里面的那就是 啊 冒号等一个 我把这个架子先打起来哈 就是default 然后呢 啊 啊 点 盖吧 我先写一个反问book 例子的吧 好吧 然后这里面就写上一个 播客 类似的 汉的了 这是查看所有的 对 查看所有的书 这还是杂助识啊 那个还没写上呢 红桌有组 后面说嘛 红桌有组 后面是吧 没看我播客 写在后面吧 我们都想不去做 你看就不复习 不复习说的这么 不预习说的这么冠冕堂皇 是吧 好吧 还得导入一下 真烦 好吧 我把下面这个停了 我知道 停了啊 停了这个 哎呀 我天哪 停了哈 好了吧 架子已经打好了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 是不是要写这个 啊 写这个有同学 有同学会想什么的 我要把这里面做什么事情 都写在这 就什么呢 联益数据库 连数据库对不对 然后呢 查数据 然后呢 返回给是不是前前的页面 返回给 优传器 是每一个操作都要做什么操作 而且你会发现什么呢 这一些其实这三部分 它其实是分为不同的 那个什么 功能的对不对 连数据库 它其实会为什么 跟数据相关的对不对 你这个查数据 其实也是跟那个什么 类似一个数据相关的 但是它可以映射成我们的 购物语言里面的那个 那个什么结构体啊 对吧 你查的数据 你应该是表现成我们 购物语言里面能够表达的数据类型 对吧 其实就是结构体 最后再把这个数据 返回给浏览器 那我们通常啊 通常写类似的项目的时候 会干什么呢 就是把它们分成好多层啊 比如说我们要造一个 连跟db相关的 就数据相关的 那就db点购 可以吧 所以跟数据库的交互 我都写到这个这个文件里面 可以吧 写上一个package 当然你的项目如果非常大 你可以把这个db点购 变成一个什么 db的一个程序 对吧 db的一个包 它来 我就开发跟数据库相关的 那最后你们把这几个项目干什么 是不是融合到一起啊 就这个 跟 数据库相关的 相关 好 写上什么呢 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写个initdb 这必须要有啊 还要造一个 什么一个全局个变量啊 db 它是一个 sysql x.db 对吧 然后这里面写什么呢 这里面写个 dr 这里面怎么写 是不是dsn 帽号等一个 这个通信 你如果写的再完善一点 应该是干什么 写上一个page文件的 对不对 咱们这里面就简单的修 再写的代码量就大了 tcp 127.0.0.0.1 帽号3306 是吧 然后呢 斜线 go-test 可以吧 然后再加上一个 sasa 不加那个吧 然后是 db 点connect 是吧 询问 怎么又没有提示 少个啥呀 你一写到这个地方就知道 应该少一个驱动啊 少一个驱动啊 驱动 db点够 放在这儿啊 这是这谁能接的猪啊 你能记住我把头拧下来给你 go circle 你现在飞上来那就不算了 是吧 你为了 诶 写完了之后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是 有个 他应该是有个啥 有个error是吧 怎么没有提示了 我那天 我那天 干什么 我还有个db 还有个db 还有个db 要让你接受 事情 应该 对 对 好 好 好 db 好 是吧 对 这样是吧 vtn arrow 这个没问题吧 最后应该是什么 db.set 最大的连接数 是吧 100 再来个db.set 最大的空闲连接数 是个 max ad 好 ad 是吧 写上一个16吧 可以吧 最后 再看吧 可以吧 然后咱们在主函数这里面干什么 你应该想到 其实我应该程序一启动 我就应该去连接数据库 为什么 你如果你 你这个程序起来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什么数据都查不到 所以说应该干什么呢 啊 程序启动的时候就应该啊 程序启动 启动 就啊 应该是检测这个什么 数据库是吧 就应该连接数据库吧 对不对 人家说写到那个enit里面是不也可以啊 写到这enit里面这不也行啊 对 我把它写到组织里面也可以是吧 这里面写上 arrow 冒号等一个enit 因为同一个包 是吧 我就直接调动了 啊 然后 if error 不得那 那我这里面程序还用往下运行吗 不用了是吧 直接panic就行了 能力吧 诶 错 可以吧 嗯 放这有问题吗 你程序运行 如果数据库连接不上 那时候就panic了 对吧 就直接退出了 那你要去检查一下 是你的数据库在配置有问题呢 还是等等 还是没启动 还是没有权限连 怎么等等啊 好了 然后接下来是应该干什么 是不是要 查数据了是吧 查数据的话 那我在db里面就 就干什么 是不是要查了 跟数据库相关的操作是吧 查 数据吧 查数据 写一个吧 查所有的书 是吧 就query 哦 book 好吧 可以吧 然后这里面写上什么呢 写上一个 就返回吧 返回的结果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是个slice 对吧 是一个什么写单 那个slice里面放什么东西 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放结构体了 什么具体的类型了 那所以说你应该对应的什么 数据库里面的这种 book这个类型 是不是应该造一个什么呢 造一个是吧 造一个m层啊 这个m层是干什么的 转二百用来 用来定义 与数据库 对应 与数据 对应的结构体啊 你要想 你的 数据库里面存的 它其实就是一些什么 糊糊通通的数据 那我要把这些数据 放到我的购语言里面 去使用它 那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是 平易把它搬过来 那我的购语言里 用什么样的类型 才能去表达 这些具体的数据 那其实不就是结构体啊 对吧 结构体对应一个数据里面的 是不是一张表 对吧 那我们造一个什么type type一个book book干什么呢 它是一个struck的 这些人叫什么呀 什么墨菲是吧 什么墨菲 没玩过罗罗罗罗吗 id 然后再来一个title 是吧 是一个死兵 再来一个price 咱们应该是个float64 对不对 那我为了让它能够更那啥一点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db 我要跟数据库联系 那是不是应该加一个db的tug ID 这边叫db 冒号叫title 下面这个叫price 可以吧 写错写错 一定要不要忘了刷一号 一定不要忘了刷一号 好 接下来我有了这个结构体之后 那我怎么办 我在db里面这里面查询就知道了 我应该查个什么 是不是新人 或者你不用写新人也可以 对吧 就写上一个book 可以吧 当然通常数据比较多 咱们加个信号 再加上一个r 再加上一个booklist 可以吧 然后咱们这里面就构造sql str 冒号等一个 查询就行了 是吧 写上一个语句叫select 什么型啊 select id name不要写信 name 抬手 抬手 不要养成习惯了 from book 这张表 对不对 然后我查询的是多条 查询多条的话 咱们还记得吗 那个db点什么呢 db点 slack 对吧 slack的这里面传什么参数啊 是不是一个第一个你要把数据存到哪 对吧 那我们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叫booklist 这样一个 那你要修改他的值 必须要传一个什么 更原里面的函数 传参的话传的都是什么 是不是只是拷贝啊 我应该传的是一个可修改 应该改的就是这个 加上一个sql str 再来一个参数 没有是吧 可以吧 然后他有错误吗 然后他有错误吗 有错误是吧 if arrow不等一个nil 我们就直接return吧 好吧 加上答应个一话吧 他应该说什么 查询书 书籍 查询所有书籍信息 失败 可以吧 然后呢 下面就return了吧 这里面是不是得 那我得这么写什么 其实不用啊 写个return就可以了吧 命名反过值了 命名反过值了 对吧 这个return就直接去找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能走到这一步说明什么 成功了 能走到这一步说明这个booklist 是不是肯定有值了 对吧 他没有r 那肯定是有值了 这一步能查询到值 可以吧 那为什么没有提示 这个冒号是肯定要有的 分号 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可以啊 没问题吧 来我们试一下啊 试一下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在这里面怎么组合 连数据库是不是都已经连了 查数据是不是有个现成的方法 叫什么呢 booklist 冒号等一个 query all book 对不对 然后呢 返回数据是不就行了 对吧 返回数据 返回两个值 返回两个值 返回两个值是吧 可以考你们有没有在听课 这里面这个地方就干什么 这个地方就直接回一个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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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点 jason 500 咱们是应该返回一个HTML页面吧 对比 把这个所有的数据展示出来 行吧 我先写个信息 我知道了 http.setters ok 然后这个地方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一个gene.h 写上一个msg 等下是不是有个扣的 扣的是个1 再来一个message 查不到数据 或者你把r放进去 r.3 直接打r 通常还有个data 他们刚才说date一定是写过前五代分离项目的 写上一个 空的book 这样是个类型的吧 这样吧 不用写data 不写data 下面这个 这是我如果什么 查不到数据的时候 给你返回一个这样的数据 扣的是个1 说明什么 就有错误 他会把你这个错误信息 是不是给你用户提示出来 下面这个啊 咱们写个c.json 就直接写上 http.setters ok 然后回一个什么 回一个 直接把这个book list放进去 能不能行 应该是可以的吧 可以 或者你向上面 我给他包装的严谨一点 就这 dh 这里面写上code 一次次是不是成功了 成功了就是0 好吧 再来一个data 这是大家通常的做前后端分离的时候一个标准的结构了 对吧 你这里面前后端可以约定一个什么错误码 前端做一个判断 如果code等于1 他都知道一定是展示错 如果code等于0 他就会从data里面去取值 可以吧 在中端中 怎么了 return 是吧 怕他继续往后走的意思 go build 这个问题是吧 go mode 有什么来着 的那个 go mod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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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意思是吧 go build 然后在jazz 必须都会了吧 download 既然下底玩了之后 go build 是吧 他go download go build的时候 他会去找这些 然后他会给你包装到一个sum里面 这边有多了吗 有错我是吧 model.go的第六行 model.go的第六行 我故意的是吧 故意的看你们有没有在 有没有好好听 还有个undefine的猫要 有没有的 connect has no field or method MFM不应该用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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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M也用DV MFM不应该用DV 你不懂DM 咱们一个个错误看吧 上面这不是写的十字行吗 十字行 DV的可能没有 是吧 MFM不应该用DV SKLX MFM不应该用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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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可以 写一个叫插入数据是吧 插入 数据 这里面叫insert insertbook 里面传的参数是要什么我需要传 Title Title还有一个他是一个string类型 还有传一个 price 他是一个float64 对吧让他返回什么返回一个 直接返回错误吧 你可以把他插入成功的那个id给他返回 也可以不返回 这里面就简写吧 写上 insertinto user 不对bookbook这张表 括号 括号 Title price values knowz 括号 问号 do号 问号 对吧 后面就删掉 可以吧 然后呢我这里面就不是用select 而是exec 这里面 不需要传这个 传了一个 sqlx和一个 title 和一个price 对吧 price 然后我看看 仿佛两个参数 一个是i t 是吧 一个resolve 一个r 这个没问题吧 就直接忽略了啊 插入书籍信息 是吧 k吧 没问题吧 呃 好 咱们在min点卡住里面怎么写啊 我得写个添加书籍是吧 idd吧 对吧 啊 就new吧 行行行 你这什么态度啊 为啥被我resolve 啊 为啥被我resolve 因为我们是要写页面 写页面后面就不用resolve 怎么用resolve newbook handle 好吧 我这是一个什么 这个只是返回一个页面 给用户干什么 填写啊 填写书籍新增的啊 新增的 书籍信息 可以吧 因为如果你写resolve Honger的话 那你全部都用这个这个东西 对吧 你就没有什么参与感了 不是啊 你这 你这 你不是 就是把 ad 给 poss 不是啊 p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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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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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单独写一个这个 然后在这里面我回一个回个html啊 这个意思 c点漏的 哎呀 漏的什么来着 h tml lode不能放在这 lode不能放在这 我应该是什么 创建了这个路由之后就应该这么这么加载吧 r.lode lode lode html global glob 我 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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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de tml 或者我就写个信心 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吧 咱们在BMS里面下面新建一个TEM TEMPLA TES 然后在这里面再新建一个book相关的 可以吧 这个时候再新建一个newbook.html 可以吧 这里面一定要干什么 用那个模板语法线定义好 Define能力吧 要不然他找不到啊 Define的一个加创业号 写这个名字叫book下面的new是吧 book.html 这是相当于我给这个模板文件写这个名 就一定要加个end 我在中间就写了 添加书籍信息 这里面写个放表单 然后这里面写的DIV 没有两个框是吧 Label 写上书名 符名 这里面是text这个没问题 name写上一个等一个title 再复制一下 这个叫什么呢 叫价格 价格写个 这里面有number吧 类型什么number吧 不能用这个 这个能有float吗 没有是吧 number它是能写别的复吗 复点复吗 可以吧 可以吗 不知道啊 没问题吧 这你先上messence 好了吧 这个地方我写上一个叫叫什么来着 叫book 不叫add吧 不叫add吧 可以吧 起两个不一样的名字吧 或者你写个new行也可以 写个这个 没问题吧 看看啊 这个代码怎么写 我首先用不返回 用gay的请求访问他的时候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给他返回一个页面是吧 然后如果他贴了的时候要给你发一个post 对吧 那你在这边是不是要等着他post 可以吧 然后这里面叫叫什么呢 叫create吧 createbook handle 这里面写上一个c 行 gain.context 这是创建书籍的处理函数 上面这个地方是给用户返回一个 这个添加书籍页面的处理卡数 好了 我在这里面干什么 c点 咱们要返回一只填秒啊 对吧 这一只填秒 然后呢 写上http.statusok 对不对 然后后面呢 我写那个模板文件的名字 咱们模板文件的名字在哪里定义的 是不是在define的这个地方定义的 对吧 我写的是不是这个 那你就应该在已经用他的时候呢 写上这个 对吧 后面是为你要给他传什么数据 是不是给他传过去啊 现在有吗 没有是吧 没有 还用写吗 不用写吧 看看啊 obj interface 传个尿吧 好吧 可以吧 我们看看啊 ok这个 ok 够标的一下 现在我要访问一下 真好看啊 这有个127是吧 8080 我写的是个 book new是吧 是不是一个页面出来了 对吧 我在这写个什么呢 python红宝书 可以 pb 8周快速入门 够语言是吧 8周 快速入门 够语言 好了 价格是多少 白给是吧 9块9 能写是吧 我现在一点提交 一点提交怎么着啊 他应该具体走什么方法 应该看你的这个你写的这个页面是个做什么的 对吧 我写的这个页面干什么呢 他这个放在里面说他点击submit之后应该往book new 这个url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那我的处理的这个路由怎么写的 就是post的是吧 book new 是不是他应该走这个 我在这里面应该干什么 用到刚才说的 是不是从form表单取数据对吧 取数据来怎么写 c点 还记得吗 query 我的天哪 刚讲完 post form 这里面不能指定默认识是吧 那我们就写个 没有 他都没有 他都没有 那六吧 我代理他 再来一个 price value 这叫price 是吧 price 我们看一下 好了 他们都是什么类型的 就是怎么看类型来着 就是 iPhone T iPhone T 是吧 那你不是高兽炮打我 你知道吗 大屁 大屁 不敢说 你敢听我 然后打印完了之后怎么办 我这边要 c点 我先给他回一个 好吧 不用回 后关能拿到座里 行 好好好 我后代能拿到树心了 这个东西肯定是干什么 应该插入到数据库里 我先看看他的数据是什么 报处了 报处了 刚才编译报处了 未知的 fm 怎么我这个 vscode坏了吗 怎么不能导入了 挺好 挺好 你就是要把充齐 你就是要把充齐 我要干什么呢 这是提交啊 提交 哇 这个number只能写整数啊 那就十块嘛 那就十块嘛 行吧 我配熊啊 你把充实书给我啊 下手 你带过来 你带过来啊 我这里面看看他这个数据类型是不是有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都是不是string啊 我要怎么转啊 这个方法叫做st 我觉得这样行不行 还记得这个写法吗 还记得吗 这个 电视交流吗 不是啊 不是抠过我的 你抠过我的 天哪 我记得 你抠过吗 你抠过吗 抠完 这是类型作业吗 这个东西不就是类型作业吗 猜嘛 猜的是什么嘛 读不掉 能这么写前面是什么 韩星说的必须是什么 接口嘛 你现在是有个接口吗 不是吧 是吧 那我应该怎么转啊 我直接那么存到数据库里面有问题吗 有问题啊 有问题是吧 你不是 你不可以写我 存不住 那我怎么办 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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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v 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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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 FLOAT吧 PASS FLOAT PASS FLOAT 後面寫的什麼樣子 我看看 關鍵是我這個 好了好了 好了是嗎 是這個嗎 是的 說個B 退錢 退錢是不可能退錢的 你這個思想出了問題 思想出問題了 你有點危險 主要是退錢的地方 在阿富汗 比特賽是不是就告訴他 你看這裡寫的什麼 比特賽是32還是64 我這裡寫個 64 然後他是不是有個 有個FLOAT類型 有個FLOAT類型 然後寫上PRISE PRISE PRISE NUMBER PRISE吧 就這個吧 ERROR 如果ERROR不等6 那我就怎麼辦 我先PRISE 0.0 好吧 0.1 不是吧 你覺得說因為很難得 數字非好 啊 數據有誤 那怎麼寫啊 那怎麼寫啊 定一個Street 這樣的類型吧 然後這裡面MSG等於什麼呢 就是無效的 無效的 價格 是不是參數 可以吧 可以吧 然後我在這裡面就乾了嗎 是不是就 應該C點 C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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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吧 然後這個地方為了 別讓他往下走 就寫個類型 然後下面這個地方 咱們就能拿到數據了 是吧 拿到數據 應該是插入數據庫 插入數據庫 怎麼寫啊 不掉那個Insert Book 寫上這個TITLE VAL 再來一個PRISE 可以吧 應該有個ERR 是吧 ARROR 如果不等一個NEO 說明什麼 插入失敗 插入失敗 MSG 等一個 插入數據失敗 是吧 請同事 好 可以吧 然後最後再加一個RATEN 最後走到這步 說明什麼 插入數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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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怎麼做啊 通常 我可不可以讓他 直接再去訪問一下 查詢的那個 顧客列表的那個頁面 對吧 讓他插入成功之後 直接就跳軟到那個 列表頁面了 相當於 他只有提交的數據 我讓他再去查看一下 看看他自己看一下 有沒有成功 那怎麼寫 這個重定像沒學過 是吧 現在正好學一下吧 淨礦架的重定像 淨礦架的重定像 找到這個重定像 他這裡面分為兩種 一種是什麼呢 http的重定像 http重定像 什麼意思 這叫我是在處理的 請求的這個函數 你看我現在是不是處理TEST的這個函數的 TEST的這個路由的函數裡面 是不是寫了一個 我讓他去訪問這個 對吧 還有一個什麼 這個地方叫路由重定像 路由重定像什麼意思 我讓你再走一遍其他的路由 能理解吧 他這裡面需要幹什麼 重新指定一下你請求的這個UI了 然後加一個R.handle context 相當於 我在內部幫你做一個路由的重定像 就說 原來想找我 但是我內部幫你轉 轉介紹給別人了 就這個意思 好吧 咱們這裡面用上面這個就可以吧 上面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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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是兩頁面 路由嗎 那你現在在那里面主要是在我們 我們現在是 用下面這個 你看這裡面是用到哪啊 用到哪啊 用到哪啊 我在這裡面能能拿到R嗎 我是單獨的一個函數裡面 好的 我們就用那個 用全局也可以 那我就用第一個 第一個簡單 http.redirect 不是 c.redirect 你的態度好一點 你的態度好一點 redirect 然後這裡面寫什麼 第一個寫狀態碼 剛才碼咱們就寫個301吧 301 然後後面寫個什麼 什麼 UIS路徑啊呢 我們就寫一個 book list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可以吧 然後呢 這個重提箱的碼 其實應該有一個叫 什麼來的 sts 這次叫 點不進去了 哇 它停了哈 找一下 301是這個 這個 好長啊 但是有人 他喜歡不長 他喜歡長的 是吧 還有不喜歡長的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我就說 天你們這些人哈 啊 min.go 50號 min.go 50號 這個不用了 零五 來我們重啓一下哈 接下來就是建成奇跡的時刻 我要插入一條數據 真好看 來這個哈 我要提交了是吧 提交了一點提交 哇 對對吧 booklist 是吧 因為我們寫的是這層可是 你看是不是插入數據成功了 對吧 我們看一下哈 看一下這個在這裡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這個數據了 我再來一條好吧 再來一條 再插入這個數據叫九州 快速入門夠遠 20塊 好吧 提交是不是又有兩條數據了 在這邊返回一下 再來一個 嗯 十周 不能放棄哈 不能放棄 三條哈 我怕就怕我寫的東西給你們造成了壞的誤導 好吧 這個哈 數據有了接下來幹什麼呢 我現在是不是返回了一個json格式的數據 我應該讓他在頁面上顯示出來 怎麼辦 剛才這個數據這個地方我應該改成模板的方式是吧 找到 那個 book list是不是個handler 我這個地方是原來是jc.json 我應該換成 html 是吧 html 然後呢我的第一個寫上這個地方要加一個模板 是吧 叫 叫 book下面的book list 點 html 是吧 或者叫其他的名字也可以 好吧 我就給你演示一下吧 叫tmpl 好吧 可以吧 名字 名字是無所謂的啊 找到 中間叫 嗯 book list 點 html tml 這個也無所謂吧 這個無所謂啊 我是說主要是你在這裏面是用那個define的 vs反應 define 叫book下面的 叫什麼來吧 啊 booklist 點 tmpl 可以 不要忘了这个按的 然后干啥 看好是吧 这里面写上书籍列表 那个谁找不来了 就带对象来那个 你们这些人 反正他前面不是一直在听的吗 刚才他在那捡指甲 我就想起来那个位置应该有个人 我回头让帮主任打电话问吧 怎么回事 你这个就不会问问题是吧 TR Thead里面是TH 这个地方是ID 还有什么呢 Tetal Price 我Thead循环啥呀 Thead不是标题吗 什么循环呢 Tbody不是循环吗 Tbody里面什么相当于写个循环 还记得循环怎么写的吗 那些没有来听课的同学 听课的也不懂 润着嘛 润着点 对吧 如果你要把数据放到哪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他传过来的这个 数据是不是像一个Data里面 我应该点Data 能理解吧 他传的这个数据是一个完整的Map Map里面根据点Data 取它的对应的这个数据 找到这个地方点Data 可以吧 认识吧 Data是个Map 怎么你这学了一天 Gin.h不是我给你看过了吗 Data不就是个 Data是个啥 切片啊 不可的切片啊 这里面干什么 有一行就写个TR TR里面是TD TD的第一列写什么 ID 那什么ID Data现在变成了谁啊 是不是就是Data里面的那一项啊 Data里面的第一项 Data里面的第一项 Data里面是一个切片 Data里面第一项就是那个book book是不是有个ID 对不对 再来一个book.tittitle 再来一个book.price 不就完事了吗 打批 打批 可以吧 然后我让表格为了严谨一下 就Border等一个B 可以吧 我们编译一下 执行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还是book.clice的是吧 原来是返回json格式的数据 现在我一刷新一下 你怕我好 这不是数据就出来了吗 对吧 然后呢我在这个页面上能不能写个添加新书 这样一个URL 一个链接可以吧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什么 什么A标签 可以吧 我在这里面加个A标签 这一个写个DIV吧 在这里面签个A标签 A标签怎么写的 是不是直接写上一个book斜线new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以吧 添加新书 然后呢我要跟你说的是这个URL 你看前面是加了一个斜线的 斜线前面那个地方 因为我是在同一个网站之间跳软 对吧 我用原来的book list 相当于告诉大家跳软到什么 跳软到book new 能理解吧 同网站之间跳软 就不需要把前面写很全 能理解吧 这个 这边有个添加新书 我一点添加新书 应该跳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跳起来到我们刚才写的那个添加新书的页面去了 这个东西不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 添加 来我们演示一下 11周 精通 啊 纠集精通 啊 就精通吧先精通吧 给后面留点余地 是吧 精通购物语言 print 可以吧 这个卖50块 好吧 可以吧 现在一点提交 哎 是不是过来了 对吧 没有问题吧 再来一个哈 12点周 精通 纠集精通 是吧 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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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过数码宝贝吗 是 纠集精通 fmt吧 是吧 好 这个 牛逼一点 现在一点提交 是不是又出来了 那这不就是一个 查看和一个添加的 那我们剩了什么 剩了一个删除的对吧 我们先写个删除 好吧 删除怎么删除啊 你按照你的理解 没想到 我在表格后面再加一遍 这个操作是吧 点删除 可以吧 怎么写 我先把它停了吧